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年五沟水并无设立桥梁 河岸两行军事土蹄 要到对岸必须踏过河中石板 人与水的关系极为密切 一直到日治时期设立浮水桥 民国六十年代政府实施社区计划 将河岸土地垫高并改组博坎 虽然改善了交通 浴室抠水如刻的人文地理样貌 即便被淡忘 人文景观意见消失 大家与水的关系变得疏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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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作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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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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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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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